現在你選一批新經濟股份 其實只剩下,對我來說 可能只剩下一、兩隻可以考慮 原因是先說哪一、兩隻 如果你說ATM裡面的,那一定是選一隻阿里的 其他那些你可能選網易這些 因為網易可能股價比較上是落後一點 但選了阿里的原因 是因為在ATM裡面,我覺得阿里是最少 現在應該是最少負面的消息一家公司 你想想這一陣子的時間 其實你說好像騰訊、美團這些 其實股價的彈幅都沒有阿里那麼漂亮 而且阿里真的有很多股價 雖然說這一陣子彈得厲害 但它的股價又不算 研究上彈很多 跟它之前來計算 因為沒有辦法 它至於你之前被萬能力的影響拖累得太厲害 這個股價都真的比別人更多 現在這一刻大家又很醜 阿里有機會想嘗試 那些 可能那個價值重股出回來 所以還有一件事你可以多說 現在選擇股 你應該選擇一些 可能都沒有太多壞消息出來的公司 你說騰訊、美團這些 都還有一些可能減少因素的陰霾 但你說阿里真的什麼都出來了 那這次就好像看上去 就差不多對版了 所以你說如果要選 我還是願意選阿里 但只不過你說這個位還追不追呢 那又真的可以先等等 因為其實阿里也有些跨的 就是剛剛說市場 你升了百分之百 現在年出資金 年出資金它升了兩成八的了 就是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升了兩成幾 其實都真的有幾誇張的事 所以你說 但是那些有貨的 這些位置又再拿著先 但是沒有貨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是低一點先 就是說100、105這位置的時間 但是可能才開始分注去買 而且現在考到入市的話 都要分注 因為這陣子真的升得太厲害 還有有幾個裂口出來 這些位置就等它的價格 寧願等它回一回 才再買都不遲 除了